中文字幕提供 應該說今年的改變就是 場次變多了嘛 還沒有算那個熱身賽 其實又變多了 那球員的經驗上絕對是大幅的提升 也覺得協會這樣做 其實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去做比賽 然後以賽仰賽讓他們去學經驗 以前UBA連打五天 就六強連打五天的時候 也覺得累可是上了甲組之後的 累跟那個時候的累不一樣 就是你不管腦子 然後還有身體是非常非常疲憊 因為打完一場就覺得好累 然後兩場三場然後你要接著打 就是有時候體能會有點不足 就是在末端就是末節的時候 會就是有體能下滑的狀態 所以就這部分可能需要再去加強 職業隊的身體碰撞強度 相較UBA來說就是不同的檔次 那因為學姐們都更有經驗 然後身體也是非常的強悍 所以你要在更多的準備 然後不管是你身體的強度 或是對於球場的判斷 都是需要更多的時間累積 然後才可以就是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我本身就是從台電的體系長大的球員 那再次回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裡面的球員教練啊 然後還有甚至是球場的環境 都做了蠻大的改變 所以剛進來的時候就 其實對我來說是 就是進到一個全新的陌生的環境 就是要去適應 所以希望自己的加入 可以幫助台電有更好的成績 然後就是給Z的目標 是希望這個賽季可以拿你所有個人獎項 我覺得因為我年紀也有了 才31歲 我覺得可以換一個環境 然後在這邊體驗不同的風氣 跟不一樣的教練 然後也有不一樣的隊友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享受 身為學姐也好 然後經驗豐富也好 那會去詢問他們 需要怎麼樣的幫助 或者是我需要怎麼做 他們才會有默契 跟不會覺得我們好像怎麼配 都配不起來 不要像一盤閃煞一樣 我們還是要有帶頭的 不算是打解啊露解 然後再來就是我了 我覺得就是 讓他們有安全感 那是我覺得學姐該做的 但私下可能就會去多跟他們聊天 然後多理解他們在想什麼 我覺得才願意要青春洋溢一點 因為他們其實就是 你看就我以上的30歲 然後我以下其實都很年輕 他們就是可能因為壓力吧 所以反而打得比較防守防守 有時候在場上會想比較多 我覺得現在可能就是要一直 跟他們不斷的溝通吧 他希望我在場上可以 可能多講話 然後多帶學妹 因為我是打中風 我看的一定比他們還要清楚 多透過聲音去告訴隊友說 該怎麼做 或者是不要緊張之類 那就是希望年後的比賽可以 再努力吧 把不足的地方練起來 然後把我們個人的優點最大化 那球隊會不會贏球 我覺得就是你堅持到最後 那結果就會屬於我們吧 當然是加分啊 就是加分 在我們進去上 我們就感覺就提升高度 在進去上我們確實有優勢 那我一定就不用講了 他就是這麼經驗豐富的球員 只是覺得他還在 可能太客氣了吧 然後韋琴 他是大學畢業嘛 但是我對他的要求 就會甚至跟控球其實是一樣的 你年輕人你第一季的表現 就是斷定你在場上的信心啊 如果以內容來講 我還是希望球員能打出他們 在場上我們平常所做的訓練的內容 讓你每一場球 不管是輸或你 你要有內容 那整個氣氛跟團隊 我覺得我們有比之前更好 那我希望我們年後的狀態 可以比年前更好 要引致一下 現在 你 中四 等下 不